大家好我是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读 我们常常有一种感觉就是 世界上的东西越做越糟 我们也做过一集叫Shrinkflation 如果你要记得的话 Stackflation Inflation 其实有个Skimflation 那时候我没讲 不过算了过了就过了 有机会再做一集或许也可以 那通货膨胀 我刚刚讲的是 或者是停滞性通货膨胀 缩水式通货膨胀 什么三小的 那总之啊 我们觉得我们身边的一些东西 越来越烂 所以烂你可以用什么词来说 Shitty Shit这个字你知道是大便 可是形容词Shitty OK 做东西做得不好 You're doing a shitty job OK Shitty 所以这个标题很有趣 What has consistently gotten shittier 什么东西啊 就持续的越来越烂 所以市面上的很多东西 越来越糟糕 品质越来越不好 OK 那我个人真的觉得 衣服是这样子的 所以现在我们说的那种 Fast fashion Uniqlo啦 或者甚至Zara啦 或者HNM这些品牌 那都觉得他们的衣服可能很流行 但是一过季 说不定穿个一年一年半 就开始出现破洞啊 或者这些的 这也是的确下面讨论 常常看到的 所以虽然说我今天的标题是 By the day跟By the day 的这个探讨 可是我们要探讨的其实是 我们是借由这个主题 来等一下会讲一下这个片语的不同 所以今天要讲的其实是 有什么东西变得越来越烂 好 所以下面的人其实很多有趣的创意的回答 所以第一个人说什么东西越来越烂 Cost of living 所以活下去的成本越来越烂 好像也对了 然后下面的人更好笑 他把The cost of living The cost of化掉 Living 活着越来越烂 所以这个还蛮幽默的 好 然后下面一大堆的这个点赞 那接下来这个人说的呢 我也是蛮同意的 Subscription越来越烂 Subscriptions for everything 这个字不好念哦 Subscription 因为有个but在里面 然后下一个字又是S Subscription OK Subscription Subscription什么意思啊 就是订购订阅的意思 所以你如果今天有订阅我的频道 那这就是一种Subscription 那你如果有看Netflix 这也是一种Subscription 甚至我们说iPhone好像都要改成这种Subscription的服务 这样子 所以你可能可以每年换新手机 可是你就每个月可能付个多少多少钱 那这就变成一种订购的服务 这样子 你大家懂啊 那这边说Subscription is for everything I'm so sick of them 所以这个人很不喜欢订阅的服务 他只是想要来拥有东西 这样子 OK 所以像这边 还有人说最近订了一些DVD 那为什么要买DVD啊 你不是看Netflix就算了吗 可是这个人他就说 我不知道 我就是想要拥有东西 OK 所以读一下这边说了 Yup I recently ordered a few DVDs online And my dad asked why I bothered 我爸就问我我干嘛 Why I bothered 你干嘛去 费事去订DVD Because they might be on Netflix soon 所以他IDC I don't care 他不管 I rather own things like my favorite movies 他就喜欢拥有东西 像是他最喜欢的电影 想要来去拥有这些title 这样子 Sure OK 好 所以下面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 说的还算不错 越来越烂 Subscription to Service 然后来我们继续往下看 我们要特别看的一些片语 包括这个 所以这就我们刚刚说的 衣服的品质越来越烂 所以现在没有什么东西 做出来是为了要撑很久的了 所以他这里说 Nothing is made to last anymore So if something is made to last 就是这个东西做出来 就是为了要能够让你持久使用的 OK 所以这个片语 是以前的一种 码头了 大概是 以前人的一种 一种 一种信封的一种叫跳 一种码头这样子 我们的这个形式标准 一个码头 So made to last 那现在没有了 很不幸的是 OK All right 像下面的人也说了 I agree Most of my nicer t-shirts and some blouses have little holes in them where they sit against the waistband of my pants 好 所以他说 大部分他的比较好的t-shirt 以及一些blouses Blouses这个字 我们很久以前看过 女生穿的上半身的衣服 简单来说 就可以统称为blouse 即便是 即便是女生穿的衬衫 那总之女生穿的 就叫做blouse就对了 OK 所以这边多看一个字 叫做blouse 女用的上衣 所以他的t-shirt 比较好的t-shirt 或者一些blouse 都有一些小洞了 they have little holes in them 反正就在腰部的部分 他说的是 很有趣 OK 我倒是没有发现过 我的腰部这边 会出现洞就是了 那他说有 那就有吧 OK 来 然后呢 我们下一个往下看的是 joint yes 所以这个人说 什么东西越来越烂 my joints 什么意思 他的关节 OK 所以你知道年纪大了 关节越来越烂 那可以 OK 然后呢 下面人就说了 Oh yes deteriorating by the day 到我们今天讲的片语了 这个deteriorate就是 情况越来越糟 所以这次也打一下下 deteriorate OK 他可以急悟可以不急悟 所以你的joint 开始deteriorate as you age 没问题 说成英文 my joints have begun to deteriorate as I age 随着我年龄越来越增长 我的关节开始deteriorate 那他也可以急悟 所以主词 deteriorate 受词 所以喝酒 会 deteriorate 你的健康 drinking will certainly deteriorate your health 这样就没问题 两个句子 OK 所以他可以是 主词 deteriorate 所以急悟的用法 对不起 不急悟的用法 所以他是intransitive verb 所以也可以是 x deteriorate y 这就是急悟的用法 这个动词两个都行 所以他这里说的 Oh yes deteriorating by the day 所以什么是by the day 那还有一个by day 这两个片语不同的 很快看一下 其实 如果你要猜的话 你就已经猜得出来 他刚刚说的 Oh yes deteriorating by the day 什么意思 就每天越来越烂 这样子 你的关节 日益的糟糕 所以那个一天一天怎么样 也就是你看 所以by the day 就是as each day passes 随着一天一天过去 关节越来越糟 所以我的健康 日益糟糕 my health is deteriorating by the day 所以by the day 就这样的意思 而如果把the拿掉 就只有by day的话 那他的意思就是 在白天的时候 在白天的时候 所以假设今天有一个人 白天的时候 他是学生 然后晚上去打工 当女服务生 so she is a student by day and a waitress at night 所以我听过有人说by day 然后by night 这个说法 可是我因为这个句子 是从字典拿出来的 所以我比较相信 字典的公信力 而且night的介细词 我们还真的比较习惯 是at 所以by day跟at night 大概是两个 这边就不同 这样子 OK 那么at day 没有 就是by day OK 就白天的时候怎样 晚上的时候怎样 大概这样做出区别来 所以by the day 是一天一天如何 一件事情一天一天 越来越怎样 by day 则是白天的时候 所以强调 白天的时候你是什么 然后可能晚上不一样 这样子 OK 听懂 好 我们就把题目的部分 讲完了 其实 that's great 再往下看 看到一些生活物品的 一些有趣的名词 所以他说 什么东西越来越烂 他这里说 also converse Chuck Taylors 我知道是什么 你可能不知道 converse你大概知道 就是那个 一个球鞋品牌 一个星星 有没有 我们常说那样子的鞋子 叫all star 的确all star 也是他名字的一部分 可是这一种鞋子 我们其实叫做 Chuck Taylors Google给你看 see 这种帆布鞋 它其实叫做 Chuck Taylors Chuck Taylors OK 好 好了 那你说all star 我也没有说错了 但Chuck Taylors 然后他说 2005前的 这些鞋子 就是 动就顾 然后那时候 20块一双 现在 他们六个月就烂掉了 然后你要60块一双 读一下这句给你听 pre-2005 those shoes used to last forever and only cost 20 bucks last forever 称永远的 Now they fall apart after six months of use 现在他们fall apart 就烂掉 坏掉 六个月之后 after six months of use and cost around 60 dollars 很糟糕 下面一个人又说了 马丁鞋也是一样 你说马丁鞋我知道 我会google一下给你看 就这种 马丁鞋 不管是不是高通的都一样 OK 马丁鞋 那他说什么呢 Same with Doc Martens 所以马丁鞋是 前面要加个博士 所以Doctor或Doc 所以Doc Martens They still have their reputation of being a hardy work shoe but they have been fashion shoes for quite a few years now 所以他们还是有 这么一个reputation 名声 名声总之就是很比较 就工作鞋这样子 hardy work shoe 这样子 但他们也 已经当流行鞋 当了好多年了 They have become They have been fashion shoes for quite a few years now 而且 这边说了一下下 就是他们在生产上 好像搬去了海外 然后所以 那他们的这个材料的那些品质 跟他的手工艺 就工艺部分 都已经降低了 所以这边有一些词 就工艺上 或者材料的品质 或什么的 读一下给你听 So they moved manufacturing overseas and the quality of materials and craftsmanship decreased yes 所以manufacturing 就是生产 overseas 海外 quality of materials 所以东西的品质 物料的品质 the quality of materials 以及craftsmanship 所以这个craft 就是手工艺之类的意思 OK 那加个s 加一个man craftsmann 就是 那sports 是运动 sportsman 就是运动员 那craftman 要什么员 不要翻了 说真的 所以他都可以加ship 这个字 sportsmanship 就翻译成是运动家精神 那craftsmanship 就是随便你 OK 总是觉得翻译很烦 你知道吗 运动家精神 我们很常听得到 可是craftsmanship 你大概翻成 匠人精神 也不错吧 大概是 匠工匠精神 所以craftsmanship OK 所以已经不一样了 OK 已经decreased了 很遗憾 那所以他们 但是他们好像还是有一个 英国制造的其中一条生产线 so they're made in England line which is more expensive 这个比较贵 所以说不定 有人在代购英国做的马丁鞋 也不一定 然后可能就贵比较多这样子 好 OK 那最后再看一个片语 他这边说的是 有人说啊 说什么 还有什么东西越来越烂 客服 customer service 说 yeah OK 那这个人就回应了 说 我自己是做客服的 我来跟你辩解一下 好不好 所以他说 as a customer service person we're sorry but we're so freaking stressed 所以他们 客服压力很大 因为现在 COVID快要结束 或者还没结束 很多人不能来上班 所以很多客服的状态 都是人手不够的 so we're freaking stressed we're burn out overworked and short handed yeah 所以他们压力很大 freaking stressed stressed burn out 也是就燃烧都带进了 像蜡烛一样 overworked 你可以懂 工作实在是超过了这样 那最后这个short handed 不是手很短 OK 就是人手短缺的意思 short handed 甚至像那个 在冰上曲棍球这个运动 他们都有一种特殊的 那种得分的算法 就是如果说你 你知道冰上曲棍球 有一个规则是 如果你跟人家打了架 或者你犯一个什么龟 而那个龟是有点点太过头了 像例如说你拿你的棍子 戳人家头好了 戳人家眼睛 那可能裁判就会说 不不不 你这行为太过分了 来来来 你去旁边冷静一下下 所以hockey有一个有趣的区域 它叫penalty box 就在它的那个 溜冰场的旁边而已 拿着一个小门 你就会丢进去 然后你就在那边坐着 看他们打 因为你就等于像坐牢一样 你就坐在那边不能出来 然后可能三分钟还是几分钟的 所以有这么一个 让你冷静下来的一个地方 那你说你被放下来之后 你的队友能不能补一个进去 让你的队可以继续五打五呢 不可以 所以你现在 所以因为你的这个鲁莽 跟无法控制情绪 造成你的队 现在必须四打五的状态 而且如果这时候你的队竟然还得分了 所以四打五你还有办法可以得分 听起来很厉害 对不对 少人家一个人还可以得分 他们就称这个为叫做shorthanded goal OK 所以你在shorthanded的状态下还能得分 听起来好像很屌 这样子 好 所以总之shorthanded是这样子的意思 你看我也是因为看hockey才知道 这一个词的 以前我也不知道 这样子 好 anyway 所以他接下来就解释一大堆 解释说为什么说 为什么就是很惨 这样子 customer service越来越难 我们这边多看一个词 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到 像去加勒服这些的 我特别有感 因为我最近去加勒服 发现到他们真的都不再帮你结账了 他们有那一种自己自助结账的那一条 那几条那个出口 然后他们会有人在那边辅导你自己结账 那现在我也慢慢习惯到自己结账还算够快 所以我觉得 哇我们已经 我们已经进步到一个 世界进步到一个状态 就是不再有人能够服务你这一部分了 你要靠自己的这样子 有点感伤 说实在 因为有时候我在checkout的时候 看到真妹还会想不想跟她聊几句 现在没有真妹 现在只有冰冷的机器在我面前 我连跟她搭讪都不知道怎么开口了 好 所以那叫什么东西呢 就在这边有个词 self-checkout self-checkout 打一下好了 self-checkout yes OK 所以他这边在说的就是他很忙 他需要处理什么东西呢 我读一下好了 这边反正几个句子 所以他以为他本来 他只想做最低的程度的工作就好 但不可能 just gotta do the bare minimum to have the energy to get through the day 好 for example I'm in charge of returns supervising and self-checkout which requires walk into three different areas yeah 所以他需要处理returns in charge of returns returns你可能就看不懂了 退货 OK 所以退货叫做returns 这样子 supervising就读到之类的 self-checkout 刚刚说的 自己checkout的那条线这样子 自己结账的这样子 这个东西就需要他走到三个不同的区域去 所以很可怜 好啦听他这样讲我也懒得去这个看他说exactly什么东西了 总之我们今天达成目的 讲了该讲的东西 还记得by day跟by the day的分别吗 OK by day是白天的时候怎样 相对于晚上的时候怎样 by day OK 那by the day则是 刚刚说的 一件事情一天一天的越来越怎样 OK 健康越来越糟 by the day这样子 你跟你女朋友的爱意 对彼此的小好感 日益增长 也可以用by the day so we love each other more and more by the day 没有问题的 这个句子 OK 好 然后几样生活上的名词 例如说Chuck Taylor 还记得 我们说的康威式的 好那没人叫康威式的 我小时候叫这个牌子康威式 可是我们现在就念converse就好了 没问题 所以那种帆布写 OK 我们叫做All-Star Converse All-Star 叫Chuck Taylor All-Star 还有马兵写Dr.Martens 拼起来是这样子拼 好啦 anyway 这样到这里够了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